可能有很多人啊 真适合去自行 探观了五个展区 此后我跟着 继续的聪明 上海国际乐器展 与国际乐器展 上海国际乐器展 能够越搬越好 哈喽大家好 时隔三年 上海国际乐器展 终于再次开幕啦 今年我们加设官网 作为MusicChina 官方邀约合作媒体 在接到邀请后 第一时间便抵达了 上海国际乐器展的举办地 上海新国际波澜中心 由于之前停办的影响 今年的展会 可以说是让大批情友 与音乐爱好者都充满了期待 参展品牌也是格外的多 主办方为此 还为外增加了多个户外展馆 由于想给大家 呈现出更多 更好的上海展全貌 我就决定跟小军老师 兵分两路 分别为大家报道些不同的 有意思的 国内外一线吉他品牌与展位 那么接下来 请根据吉他社官网的视角 一探究竟吧 首先作为Gibson粉丝 第一站呢 我优先来到了 位于W5B12的Gibson展位 今年恰逢是 Gibson来到中国的 第20周年 看得出官方是相当的重视 本次展出的展位设计 也是相当豪华 而且非常大 经Gibson中国区 总负责人汪总介绍 本次展位总体风格 参照了位于 美国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的Gibson Garage 做了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 总面积达到了足足208平米 正门的中间位置 放置了合作伙伴 凯旋的摩托车 右侧搭建了舞台 展位期间 每天都会有不少精彩的演出 不仅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更是给很多情友 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位于右侧舞台背面的 弧性墙壁 则是全部用于展示 美国生产的量产吉他 而再往前走的这片区域 则是用于展示 最高端的Custom型号 可以完全按照用户的需求 以及配色 来量身定制化的吉他 而另一边则是摆放着 Gibson的新品颜色定制系列 一共12款 并且还获得了 2023 MusicChina最佳新品奖 密钥吉他区域 则是放在了 整个掌管的正中央 使用了Gibson代表性的矮柜设计 可以更方便 让用户拿起吉他 做下来体验产品的音色 像是鸽子 蜂鸟 J-SU等经典的Gibson型号 都在这片区域进行展示 位于Gibson后方的区域 则是子品牌Apple的展示区域 今年的Apple已经150多岁了 其整体的掌位设计 都融入了150周年的相关元素 掌位上全球首次亮相了 Inspired by Gibson Custom Shop系列 主要是将过去价格相对高昂的 Gibson Custom高端型号 下沉到了Apple品牌上 包括像是 Kirk Harmet Greeny复刻版 这样用户可以通过一个 相对能够接受的价格 去体验Gibson的最高端产品 而旁边的展柜 则是Edden Jones的限量款产品 出去五款已经发售的产品 另外还有两款即将发售的新品 也在这里提前进行了展出 位于进门左侧的位置 是首次在国内进行展出的 Gibson升学部分 包括Mestro的效果器 Mesa Boogie的吉他音箱 KRK监听音箱 都在这里进行展出 其中经典的美式电吉他音箱品牌 Mesa Boogie 还带了新品Mark VII 官方表示 在展会后 他们将会全面启动 Mesa Boogie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工作 作为经典的美国知名品牌 Gibson已经有长达130年的历史文化 许多著名的音乐家 大家都用其创作过音乐 也留下了海量的金曲 这是Gibson以应为傲的历史 在未来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让更多年轻的用户音乐人 能够使用Gibson 创作更好的音乐 位于W5A32的乐器配件品牌 达里奥的展位 今天的设计 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及简约 展位整体以明亮的白色为主基调 前方设立了一个小型舞台区 将整体展位 划分成了非常流畅的回字型动线 让观众既能享受现场表演 并能走进达里奥内部轻松逛展 进入展位后 达里奥的配件产品 依次按照吉他琴弦 吉他配件 提琴弦 木果乐配件 和打击乐配件 进行划分 首先是右侧的吉他琴弦展示区 整面墙挂满了不同规格 不同型号的琴弦 以满足不同音乐家 与爱好者对音色的需求 今年达里奥以XS琴弦为重心 在中导区域 放置了多把搭配XS琴弦的吉他 让各位参展亲友 可以对XS琴弦 有更加直观的体验 在2021年 达里奥正式推出XS琴弦后 因其优秀的品质和均衡的音色 一直受到很多音乐家 音乐爱好者和吉他品牌的喜爱 并且在今年Taylor吉他宣布 正式更换成达里奥XS琴弦后 达里奥更是成为了 众多音乐爱好者重点关注的展位 当然除了吉他琴弦以外 达里奥旗下还包含着 众多乐器的配件 像打击乐的Proma 鼓锤 Evans 鼓皮 Rico 哨片和低头 以及各类提琴弦 这次也非常有幸 采访到了达里奥的CSO Chris Griffith 他表示非常感谢 众多中国情友 对达里奥的喜爱 希望达里奥在今后 能与更多中国艺术家 进行合作交流 做出更多优质善变 达里奥今年将为乐器复兴声 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 希望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乐器配件 能够激发音乐爱好者的 乐器体验和音乐表现 我们也期待着 达里奥今后依旧可以保持激情 在中国有更加蓬勃的发展 作为Taylor官方经销商 我的第二站也选择来到了 W3展馆Taylor吉他的展位 前翻乐器作为Taylor吉他 伊利克斯琴弦等众多品牌的 中国区独家代理公司 今年整体展位布局 主要还是按照其代理品牌 来进行划分的 首先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Taylor泰莱吉他展位 今年Taylor展位依旧是划分成为了 吉他展示区和产品体验区 展位今年的棕色背景墙上 放置了不同系列 不同木材 不同筒形的 热门Taylor型号 今年Taylor推出了一个 全新的精选系列 是Taylor在四系和七系的基础上 采用更丰富的木材搭配 和更细腻的 背墓硬孔环包边 融合了Taylor大师系列工艺 推出的特别限量版系列 Taylor的另一个大动作 就是正式发布了 724的全相思木型号 将玫瑰木被测 改为了全相思木的设计 这一举动是Taylor714停产后 其息最大的改变 墨产型号方面 今年GS mini系列 全新推出了两款颜色 和兔年生肖款 当然这也成为了 墨产吉他展位上的一大亮点 同在此去的伊丽克斯行前 Ecarry吉他朝文周边 与知名护理品牌 Music Nomad 也都展出了非常多 他们的经典型号产品 尤其是Music Nomad区域 作为Taylor吉他官方护理品牌 这次几乎展出了 全新的吉他护理和维修产品 而且还特地开示了 现场Taylor吉他 维修教学的观摩活动 据千万负责人介绍 Taylor在今年陆续又推出了 众多定制款和限量款 来刺激整个吉他和音乐市场 为的是冲敌之前因疫情 而带来的 对整个音乐市场的负面影响 当然千万也在努力 跟随Taylor的脚步 配套衍生的Ecarry系列周边产品 广受好评 今年的掌位上 也发布了非常多 全新的产品与款式 通过对Tabkuma形象的各种创意 让Ecarry吉他周边产品 有个更好的服务广大音乐爱好者 作为国内一线头部级的品牌 我非常好奇 Karma会在今年带来些什么不一样的创意 所以我的这一战 觉得优先来到了 位于达楼三馆第26的Karma级的展位 进入展厅 整体设计上 相较之前的设计 今年全新增加了一个屏风 其他设计全部沿用了 之前的经典设计元素 内部的展示区 分别是按照电箱产品分区 入门款产品体验区 面单全单产品展示区 全新产品体验区 进行陈列布局 因为Karma的型号本就不多 而且又都是经典 入门系列的DEC EDC 面单系列的F1 G1 全单系列的A1 B1 几乎就占满了整个体验区 新品部分的占比不太大 主要都集中在了FS36系列 各类木材配置的 缺角GS mini产品方面 据品牌负责人彭总介绍 这款新品的面单木材配置 会有9种搭配 额外还会推出4款全单版本 虽然现阶段 Karma及他研发部的人数 已经增加到了之前的5倍 产品已经打烊了4 510次 并还在不断的修改 但距离正式发布 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到 亲友们最优质 满意的 缺角GS mini旅行其他产品 以弥补市场中 这类产品的不足 做到兼顾音质与普贵 所以拥有着这样研发 与生产品质 且十年末一件的品牌理念 也就不奇怪 Karma及他的全线产品 都是紧俏状态了 所以国货之光的口碑 确实有在这一支新品的细节 与品牌理念上 感受的更加深刻 为初学者作为关注的布鲁克 展位位于W3B82展区 展位以简约为主基调 贯通式的设计 让更多观众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 布鲁克的整体布局 今年布鲁克带来的 依然是他们家热门款入门型号 VR和S25全系 VR作为布鲁克 12周年纪念款吉他 由于疫情的原因 在去年发布后 一直没有正式亮相 今年正好趁上海 展这次机会 能将VR能够更加完整系统地 带到公众视野 从去年发布至今 VR在千元价位上 已经展现出了 比较强的产品竞争力 是很多新手入门的性价比之选 S25同样作为布鲁克 主打的面单产品 拥有更高的配置 同样也是很多初学者 喜爱的信号之一 据负责人表示 这次来上海展 主要是能有一个 与新老经销商 沟通交流的契机 今后布鲁克会聚焦于 一些长期主义的事情 持续提升品质 不断改进工艺 为今后智能化生产 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当然布鲁克也会步履不停 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线 扩大品牌覆盖率 满足不同用物的需求 不同于其他类的展商 作为实验器类目 国内最具领导力的品牌 俄伯升学 Double实验器的展位 从外观设计与风格上 就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 无论是展位上方的logo灯组 核心区域的LED大屏幕 展位内部的产品体验区 总体上全部都是全新的设计 科技丰满满 展位内设置了三个实验体验区 经典款区 加震系列区 直播系列 及无线产品体验区 相应配备了产品展示海报 机身样品 多种品牌的吉他 以及Double本身 最新发布的SK-1 多功能便携式声卡 来为进入Double展厅的用户们 提供更加细节 全方位的演奏视听体验 产品方面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产品 包括B1G 英孔 加震实验器G0 和它的升级版都悉数亮相 不过最值得关注的 还是他们本次展会的四个新品 在巴西泰国市场非常火爆 且在国内同步登陆的S6 为吉他大师Tommy Emanuel 誉为最好原升吉他音箱的 升级版Dagapo 近期销售脱销的SK-1便携式声卡 以及即将上市的 综合性新款效果器Smart One 在整体体验下来之后 感觉确实 作为一个优秀的吉他衍生配件品牌 Double公司的品牌理念 还是以人性化设计 用户服务为品牌中心 期待后续Double可以为广大亲友 带来更多的优秀产品与创意 卡凡特今年的展位 以灰黑色的青色样式背景为基础 分成了电吉他区和原声吉他区 并且设置了一个小型舞台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朱家明老师 杨浩昆老师 等众多知名演奏家的精彩表演 在木齐塔分区上 卡弗兰特将过去的产品线 做了升级和优化 把Life Focus与Pray系列产品 全部归轮到了3系奢华级产品里 在新产品上 卡弗兰特近年带来了 旅行家系列的全新产品 M3与M3 Coa 整体尺寸上更加小巧 来到了34英寸 同时在音量上也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使得它在较小的筒形上 也能做到良好的共鸣与较大音量 而以往的旅行家系列里 J3针对海外市场 推出了全新的纸板镶嵌版本 去掉了原来的文字 并加上了品级 整体显得更加简约 而原来的纸板镶嵌 则作为了纪念款保留了下来 并且官方表示 在明年的规划中 还会带来更加小巧的吉他礼礼 电吉他上发布了 全新的Tradition传承者系列产品 分为了标准款T Standard 特殊款T Special 还有专业版T Pro三种型号 不同于去年设计的 比较现代的Innovator系列 今年的产品情景 使用了42毫米的纸板宽度 整体的设计也更加传统 特别适合一些 比较追求复古手感的琴油去使用 除了倾琴与品丝的 高规格打磨处理以外 每一把琴都做了 针对性的屏蔽处理 使得吉他在追求复古感的同时 做到了几乎零底造 泰马节的展位位于W3D12 作为老牌国产级的品牌 今年他们的展位设计 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 事情区域明显增大了很多 产品展示的排列布局 与展位主体色调 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据品牌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这些调整 其实都是为了更加切合 并具现化 泰马原生美学守望者的slogan 让大家有更加宽敞舒适的时间区域 并可以更好地体验 他们最核心的2.0工艺系列产品 展位分区方面 大体上是以2.0核心产品系列 经典款复古系列 网络款350系列 多彩系列 大师级Custom系列 进行整体划分的 要说今年他们展厅最突出的亮点呢 一是位于展厅右侧 全新发布的新品 在板材使用上 首次尝试使用了 中国的经典传统乐器木材 泡筒 作为中国特有的树 以及国乐材料 它的东方韵味音色 可以说是为很多相演奏国风 希望有更大动态范围的琴友们 带来了一种相当唯美的音色风格 而且价格非常亲民 另外一大亮点 就是位于核心区域的 大师Custom系列 无论是从琴头 logo 外观 包括发声方向 都是泰马生产线 很多重要工艺 升级后的集中体现 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产品品 让更多高端玩家 来认识到泰马2.0的音色五公益 我的下一站呢 是选择来到了 位于W3 B52的麦杰克展位 展区分为了接待区 合影打卡区和吉他区 今年麦杰克的展位 非常的漂亮 美术依旧延续了麦杰克 一贯以来的简约风格 一方面观众观察到 每个产品的细节 也兼顾了美感 合影区旁边还提供了签名墙 用于给观众 媒体与演奏家自由填充 其他区域分为了三个板块 分别是面单板块 全单板块和手工板块 面单板块展示了市面上 非常畅销的茉莉M2 还有比较独特的GA Mini等款式 同时展出了麦杰克P系列的新产品 采用了自研的GP筒型 分别是玫瑰木被测 加云山配置的P10 和桃花星被测 加云山的P20 拥有小巧的体型 与相对较软的手感 并且做到了不逊色 于普通吉他的音量大小 全单区域则摆放了 龙琴的A3、A4、火系列 等热门情形给观众体验 主工琴方面 麦杰克展示了 由陈亮老师亲自跟随设计 历经了两年研发试音的 限量款联名吉他AS6 除此之外 还有佳和、乐业、精力等产品的展示 其中今年的乐业 经过了较大的改良升级 使用了麦杰克最新的123系统 使吉他在较低演奏力度的情况下 也能获得价位良好的音色表现 今年可能是由于恩雅音乐 发布了非常多智能相关的产品 也联名了更多音乐人IP 所以在展位设计上 整体更加简约精致化了 使用了纯白色的风格基调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干净简洁 展位分成了Nova青春系列分区 X新材料分区 Kaka Series分区 IP Collapse分区 Kaka音乐壳分区 Wood Series分区 其中右侧展示墙 基本却是以新材料吉他为主 左侧展示墙则更多为原部系列材料制作 中间则是放置了 NR Next G系列吉他 与全新的电吉他 新产品方面 NR今年调整也很明显 发布了非常多的新品 比如传统木盛方面 基于SG200筒形 设计的牡丹 可可波罗 与虚杖蜂木的三拼背侧的美人鱼 还有面向儿童的音乐壳 NR Next G全新尼龙款 SE青春版 全新的NR Go Sonic电吉他 同时还有初音未来 和英未来的联名款 X3 Pro 磁吸背带 自动卷弦器 无线收发器 等多达12款新产品 在产品越来越智能化 提升用户体验感的同时 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经过体验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希望很多亲友 可以试一下NR的各类产品 确实 NR在通过创新 通过新的技术 使音乐的传达 演奏 很多方面 变得更加便捷智能 希望他们后续的产品 能够如他们负责人所描述 为更多的消费者 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我与W3B44展位的 储门吉他 是我非常关注的 一个品牌级展位 今年外观的整体设计上 储门适用了 原木色的风格基调 走进来观感 显得非常温暖而明亮 分区方面分化为了 开放式的观众体验区 与产品展示区 在右侧的观众体验区 还摆放了来自 德博的SKE声卡 一面用户感受 电箱版的 储门吉他的插电影色 产品展示区 是将储门的全线产品 按照入门级到专业级的 摆放顺序进行排列 包含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系列、三系列 以及入门爆款 全单海豚物语系列 恰逢今年是 储门成立的第十周年 这十年来 储门一直致力于 民谣吉他的研发与探索 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由于今年的储门 在全力打造新的工厂 与自动化生产线 所以目前并没有 着急赶工 去推出完全全新的产品 而是在原有的产品基础上 做一些升级改良 像是升级供与后的 3.0海豚物语 就在市场上受到 大量情有的好评与支持 销量也十分火爆 接下来储门 也会将重心 继续放在民谣市场端 利用自己的产品 研发优势和产现优势 做出更好的 国产吉他品牌 持续提升消费者的 产品体验 做出更优质的吉他 作为国内最被大众追捧 且认可的古典吉他品牌 我的这一战 选择来到了位于 W3-C52的马丁尼吉他展位 今年他们的展位 设计成了半开放式的布局 产品的呈现方式 也相比其他民谣 与电吉他展位 是另一种观感与风格 大大增加了古典的质感 经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他们的展位 无论是从创意 制作 搭建 全部都是自主设计 运输 现场拼装完成的 展厅主单理念 是环保 可拆卸 重复性使用 与精细化 产品方面 除48 58 118 等经典系列产品之外 新品主要带来的是 他们刚刚发布的 西斯巴尼亚舞台跨界系列 与托雷斯儿童吉他系列 随着他们新工厂的 全面投产 现场的这些产品 在我的实际观感与体验上 确实能感受到 不小的提升与变化 无论是从群体漆膜的薄厚 智琴工艺的标准等等 如果有机会 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他们的舞台跨界 西斯巴尼亚这支产品 确实有符合 他们所描述的高质量 创新 更好的服务 专注 等等理念 期待环迪尼他们后续的产品 还能为广大亲友 带来更好的价值 更普费的价格 更优质的体验 位于W3D01的娜娜沙 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掌位 这次娜娜沙 一共带来了五个系列的产品 分别是传统的古典吉他 名妖吉他 新材料太阳系系列 全主材料的原生吉他 与智能吉他 以及手工吉他 其中智能吉他 是这次最为突出的产品 如果有小伙伴对他感兴趣的话 可以弹幕扣播一 我们将在之后 带来这款产品的详细测评 这次还展出了后续 还会上线的原木版本 应该会带来和竹子材质 截然不同的影色表现 今年娜娜沙 还独立开发了新的智能使用器 可以和配套的APP联动 让原生木吉他 能够体验到一些智能吉他的功能 左侧的展示墙上半部分 分为古典吉他部分 下半部分是名妖吉他部分 工艺升级后 娜娜沙整个家族系列 都使用了子弹头样式的品丝 嵌入是可拆卸的上弦枕 第六代的音量版本 位于适应舞台后方的是 手工吉他展示墙 像是侧咬天 西村剑斗等知名演作家 都在使用这把语业 而旁边则是放置了 娜娜沙代表性的 情形立柱作为装饰 目前的娜娜沙经历了五年的研发 技术和工艺上已经相对成熟 所以官方表示 接下来会把重心 放在市场开拓与推广上 以及给用户带来 更高的性价比与体验感 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的娜娜沙 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最后一站呢 我们共同来到了 位于W3CR的亚登中国展位 可能有小伙伴并不熟悉亚登中国 但大家熟知的 马丁和PLS吉他 就是由亚登所独家代理授权的 进入掌位后 在左右两侧分别是 马丁墙和PLS墙 让木吉他和电吉他 相互呼应的同时 也让整体的掌位分区 划分得更加明确 走进马丁吉他区 右色的背景墙 大面积铺开了 马丁今年全新的logo设计 但在入口初 依旧采用了传统的复古背景 马丁希望通过这样的混搭风格 呈现出他们的新鲜活力 让观众在进入展馆后 体验到马丁吉他的过去与未来 今年上海展 马丁第一次在中国地区 正式亮相了SC情形的吉他 这是一款兼顾了可玩性 音色 颜值而推出的创新型产品 由于独特的高把位设计 可以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演奏体验 再加上马丁过硬的音色打磨技术 获得了许多音乐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除了SC情形 马丁今年也在今年款 D18和D28的基础上 推出了哑光版的设计 以及还有一些做旧款的相关型号 D18 D28 Street Legend 以及特别宽马丁吉他 如DSS Hopps & Barley 和D42 Special等 掌位中道主要摆放着 墨产马丁的热门型号 Jr系列 X系列 新品Bass 小马丁系列 和可爱的扫把琴 PRS也在这次上海展 首发了2024的SE新品 像是Swarm Edge Special Custom Earth Quilt CE24等众多产品型号 并且在今年 亚当中国正式将PRS音箱引入中国 让音乐爱好者 可以体验到PRS音箱的音色 除了马丁和PRS外 掌位后方同样设置了 亚当中国代理的 非常知名乐器品牌的展示区域 Sigma原木吉他 Vox音箱 以及Kord键盘 都在这次上海展 带来了很多惊艳的产品 这次来到亚当展位 非常有幸采访到了 亚当中国 马丁和PRS的负责人韩总 他表示虽然时隔三年 这次2023上海展 依旧能感受到观众的热情 今年刚好也是 马丁吉他成立的190周年 虽然马丁是个 历史文化悠久的品牌 但仍然与时俱进 坚持研发 不断推出适应 各类吉他爱好者的 创新型产品 这也是马丁 一直以来的理念 坚持对吉他的热情 对音乐的热爱 为所有吉他爱好者 提供不同类型的马丁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